好 回到午安報新聞 我是烏馬斯 那一起來看到最新消息 臺北市立美術館以及國議會 在今天的上午十點 就針對薩古里巴瓦瓦瓦 事件來發表了最新聲明 那北美館是決定要終止薩古里巴瓦瓦瓦 代表臺灣館參加本屆 威尼斯的雙年展 而國議會則是決定停止贊助薩古里巴瓦瓦瓦瓦 展覽籌備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的製作 臺北市立美術館就表示 為了維護臺灣在國際上的外交形象 聲譽 同時避免臺灣館的藝術表現 討論失招 北美館決定終止薩古里巴瓦瓦瓦瓦 代表臺灣館參加第五十九屆 威尼斯雙年展 同時國議會也表示 針對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的部分 無論德國展方是否繼續邀請薩古里巴瓦瓦瓦瓦 參展 國議會都將會停止贊助薩古里 並且尊重德國展方的最後決定 以及薩古里事件檢調的結果 另外國議會也預定在一月二十六號 針對薩古里巴瓦瓦瓦瓦瓦 國家文藝獎得主的資格問題 進行討論